新國黨 立法院長 針對國台辦任長崇雲先生來臺灣 所衍生一連串 國人所關心從兩岸交流互動的議題 一直到整個回安的一連串 以及國國政府對於人權重視的問題 我想發一眼串社會的議論 所以今天民主主黨 立法院黨團 特別邀請這一次規劃安排 張智雲先生到臺灣來 相關的政府部門 我們到黨團來 大家做一個溝通 對於本黨團 許多委員所關心的議題 讓大家來做一些詢問跟了解 那因為今天這個 人員比較多 所以我跟你講 待會兒我們報告之後 我們就請每一個單位 在我主席右手邊的這樣的一個報告台 進行這個報告跟說明 等所有單位報告完畢之後 請每一個部門的代表 我們就往前 請各位官員代表做一邊 我們就直接大家面對面 坐下來 因為這畢竟不是官員的諮詢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面對面的方式 來進行這個 相關的一些事項的了解 那我想我今天要先把 對我們來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再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邀請的 相關單位的 餘會的這些官員們 大陸委員會 我們的副委員也是 白霞交友基金會的 米師師 Stacy佄mist 企劃組長 事大人的系列組長 frig文化組長 議員來科技師 定班 另外 內政部 我們的邱藤立 site 侯商innen sat 那內政務или家的工具 recording身組的財務組長 國家安全局 第三處的網組長 交通部顧政時網科幻 航政司楊簡任基政 觀光局賴組長 以後航空局核組長 我是今天練習的官員 那我特別要在這個會議的一開始 我還是要再次表達 我想民主進步黨的一般典黨團所發的談裡面很清楚的 把我們要邀請的對象都發喊給各位 那其中我們有三位 包括內政部長陳部長 主委會王主委 跟警政署王主長 這三位是我們的長官指名 今天要來練習 那我想這個陳部長有跟幹事長請假 那這個王主委因為他認為他召立法院來報告 第一場應該是跟王院長進行報告 那如果接下來民進黨還要叫他來 他也會很有情意的請 那本席非常接受這樣的一個請 所以我讓他嘴駕 那警政署 這個署長 我以為只有我在交通委員會當招委的時候 他喜歡藐視本席 沒想到民進黨黨團邀請他 他還是連民進黨黨團一起藐視在那裡 都沒有請假 沒有任何說明 直接就派副署長 我想我在這裡要代表民進黨 再一次的對王署長這種藐視民進黨 有事情你就請假 我想你其他人為什麼要請假 為什麼連民進黨都請假 為什麼王署長可以不用請假 他也不需要說明任何理由 他就不來 我想這個我要再次在這裡譴責 這樣藐視民進黨黨的這個行為 那我想接著我們就開始今天進行報告 那我就先請這個張吉耀張 那麽各位媒體的朋友 從王主委之命我來這裡 就這一次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到台灣訪問 入委會整個作業相關的情況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麼這一次張志軍主任到台灣來訪問 最主要的是根據在今年2月份 王主委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入委會跟國台辦建立了雙方兩岸事務首長相互訪問的機制 他這一次前來是做一個回訪 同時呢就在今年2月 入委會跟國台辦建立雙方直接溝通聯繫機制的問題 雙方再進一步進行磋商 那麼最主要的目的有三個 第一個目的就跟王主委進行兩岸事務首長會議 就入委會跟國台辦未來直接聯繫機制 進一步進行強化 避免未來兩岸事務當中可能的互判 直接聯繫 直接溝通 直接處理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他要到台灣地方訪問 那麼了解台灣基層的意見跟聲音 那麼就入回來看的話 那麼這個也可以讓大陸主管兩岸事務的官員 了解台灣基層多元社會跟不同的意見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重點 也就是說 讓大陸的官員直接來台灣訪問 了解台灣社會的情況之後 有助於大陸在對台工作政策上面 能夠更周延了解台灣人民的想法 更能貼近台灣的民意 那麼基於以上三個理由 陸委會就比照今年二月的慣例 所以在張志軍訪問台灣期間 那麼我們安排了兩岸事務首長第二次的會議 那麼同時呢 根據陸方所提出來的 那麼行程方面 由陸方他們主動提出建議 陸委會提出意見 那麼雙方進行評估 那麼幾個原則確定 第一 就是為了讓這次張志軍來台灣訪問的行程 能夠單純化 達到剛剛我報告前面三個目的 因此這次我們提出來 請他不要有過多的政治化的行程 所以因此在這次 他沒有安排任何政黨的會見 也沒有跟其他政治人物有其他單獨的會見 那麼在整個行程過程當中 他特別提出希望了解三個城市的市政建設 也跟三個城市的市長 能夠進行一個當面的會談 那麼他提出來的是新北市的朱立仁市長 台東市吳志強市長 高雄市陳菊陳市長 那麼根據他提出來之後 那麼本人奉指示我親自拜訪的這三位市長 那麼也就他這次來跟這三個城市的市長 還有市政建設進行直接的討論跟商量 那麼三個地點 三個市長跟他會見的地點 那麼由三個市長直接評估之後 由市府直接提出來 也其中也包括了新北市 台東市跟高雄市 他的市政參觀的地點 那麼其他包括佛光山也好 那麼包括其他的地點 那麼我們都跟接待單位 進行全面性的聯繫跟安排 那麼基本上來說 那麼這一次 國台辦政治局主任到台灣來 那麼我們也趁這個機會 也讓他了解 在整個台灣社會 陸方必須更務實 而且正面客觀 看待兩岸的現狀 那麼這個 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才是一個正面的方法 那麼到他上飛機之前 那麼他曾經跟我表示過 他認為他這次來 他強烈 他傾聽台灣不同的聲音 他也感受到了 不同的意見 有接待他的 有反對他的 那麼我們告訴他說 這個就是台灣社會多元面貌的呈現 也希望他能夠多了解 台灣社會的民意 還有台灣人民的生活的方式 跟台灣社會的現狀 那麼以上是陸委會的報告 謝謝 好謝謝張副主委 那內政部要請 內政部指達報告還是請 好來來請 我們的這個秋子 幹事長各位委員 那各位美女朋友 呃 台灣是一個 成熟多元的民主 法治社會 那政府絕對支持啊 任何多元主張的一切表達 也肯定學生 我們關心公共事務的熱情 但是在這個 張智君先生來談的過程當中 呃 所有的抗議行動表達 我們自然機關是認為 都應該以和平理性為前提 那任何愉悅界限的抗議行為 都沒有正當性的基礎 那這個不是法律所需可的 那麼高雄市陳市長 也曾經在 呃 呃 相關的場域裡面 呼籲說 我們的高雄市民 陳情抗議是基本的權利 但是也應該採取和平的方式 尊重反客的安全跟行動自由 啊 我們民進黨 蔡英文主席也特別 曾經在媒體表達過 事實上 抗議是一種權利 當然委安也是一種責任 但是雙方都應該符合所謂的 比例的原則 那麼 我們警察之法 絕對是公權力的象徵 那也絕對不是所謂的國家暴力 那麼當然他的執法的 是不是符合比例原則 都可以接受社會的公平 那麼以下有關於大陸國台辦 張主任自詢來臺這段時間的 委安工作的實際的狀況 那是不是不許如果許可的話 我請我們那個蔡副組長來跟大家 根本可以先來發個所謂 才會上 紫熙各位委員好 那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為了辦理兩岸事務所長會議 邀請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長 執行的率盤 共有32個人 在6月25號到28號來台四天 那麼警政史呢 依照陸委會規劃對等 尊嚴的原則跟兩岸的冠林 規劃了文室安全維護的工作 那麼執行的原則呢 第一個就是人嚴的安全跟行程的平順 以安全平順作為工作的目標 順著安全情勢發展 依據前者及實際安慰的需要 適切來規劃安慰的固執 第二是尊重人民即位遊行的基本潛力 基於我國為民旨開放的國家 在不影響參訪團行程 及判斂人生的安全之下呢 尊重不同立場的人士 和平速度表達多言的意見 第三是中央潛力資源 地方潛潛負責 協調引用各警察機關的力量 並持中央潛力資源 地方潛潛負責 統合警衛安全跟交通主席回顧的工作 第四個原則是 依法行政 嚴正主法 堅守依法行政的立場 並持保障合法 起遞規法 防止暴力的嚴正 嚴正主法 並持以理力嚴正之適用 張主任行程概況跟警力使用的情形 也在這邊向各位委員報告 張主任行程發揮了桃園縣 新北市 高雄市 及台中市等四個縣市 會見了新北市的知事長 高雄市的前市長 跟台中市的副市長等三位市長 總共參加了兩岸事務所長會議一場五次 記者會兩個場次 會晤三個場次 座談三個場次 查詢三個場次 參院有七個場次 總共呢 二十二個參訪點 前程共有十七場 陳抗跟歡迎的活動 其中有五十個陳抗團體 或是個人 總共呢 有兩千四百六十一輪次 以及十五個歡迎團體 總共一千零七十一輪次 合計呢 有六十五個團體或個人 總共呢 有三千五百三十一輪次 那各警察機關 除了使用基本的回案警力之外呢 根據實際回案的狀況 激動的調整強化安慰部署 國際前四天呢 總共使用了 大約兩千五百個人次 接以示 本次張主任訪台活動 適逢國際辦發言人 指前議題的引發效應 胡茂協議 跟日經區等爭議 及各參訪團 地理位置等因此呢 眾多團體或個人 號召群眾 針對張主任 獲兩岸議題 激烈的表達意見 本次 及各警察機關呢 困難堅持依法行政的立場 對不同立場人士呢 在不影響行程 及雙方人員的安全之下 基於尊重人民集會遊行的潛力 及民眾適度表達多元意見 對沉抗狀況的處理呢 以看得到 聽得到 丟不到 打得到 為安的一線 並置於比例 人者之適用 維護人民連任自由 一般大眾安全跟安穩 好 接著我們請國安局的黃處長 黃處長報告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 其他單位就 其他委員有需要 主席 各位委員首長 各位小姐大家好 我想簡單啦 結果我們國安局 在這一次 趙志堅先生到台灣 國安局 這個任務的規劃 和執行的情勤 並非主席 各位先進 都有一個討告 那這一次 趙志堅 帥團來參加 實際上 我們是辦了一個 我們錯協調的任務 所以我們在這個 請責任務會的請求之下 我們同一個 請責機關 就是一個專案 那這個專案呢 我們在6月17號 我們有召集相關的單位 這個安全回護的事項 要接待請負啊 這個三個面向 做一個廣發的討論 這是第一個 那這個6月19號 我們把這個 各相關機關啊 達成這個 協議的公式 我們提到 我們這個 所長的會議 讓各位 請責任務所長啊 請這機關的公共 做一個 確認跟支持 那為了確保這個 工作啊 能夠在安全 順利 還有法庭跟 shotgun 幫助的進行 所以我們在6月23號 我們 在不在 17日上 就是從這個 投影機場 到心本老aney 我們先做了一個個性的機關 他在做了一個事情的環境差 那這個是6月23號 我們先做了一個準備 那整個事情從25號 基本上25號是還蠻平和的 26號也很平和 但是27號會發生一些 這個現場一些突破狀況 所以我們在北部行程結束的過程之後 我們在6月26號的晚上 實際上我們又召開第一次的一個所長的規定 對於6月27號還有28號 往到南部 然後中部的一些行程的一個 會召喻的一些這些運動的意見表達 我們也特別要在6月26號 對一個理事會議來呼籲 我們各位所長和執行單位 對這個過程要特別的謹慎小心 這是第2個報告 那第三個報告 我想這一次啊 國台辦的代表團 在台的期間啊 就整體的安危規劃 就是受我們這個情報的通報 然後這個安全回復的座 還有這個接待情侶的一個實行 實際上當然說啊 有一些太改進的地方 但基本上啊 我們達到比如說 這個保障、合法、情地、規劃、皇室、暴力 然後各個單位啊 都能夠立法行政 保持行政中立 所以我想我們要公開的肯定 那第4個部分啊 我想我們要對這一次啊 這個負責安全回復工作的警察同能啊 他們的新郎 那這個報告的過程啊 照一些運動和不同的 團體和不同的訴求的民眾啊 他們在一些行為上 有一些預約的表現 或是啊 計畫的同能啊 他們還是能堅守 議化行政中立 然後 一切啊 這個地方 民眾啊 甚至於遭到危害 再次啊 民眾支持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請 好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請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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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剛剛也聽完這個 今天我們列席的 呃 呃 呃 我覺得媒體 跟我們好多位 呃 黨員的同仁啊 對 整個為安的過程 有很多的問題要請教 不過我想先從 我認為比較根本的問題先跟陸委會 請教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那陸委會的報告提到 這次張志軍 主任到台灣來訪問 是印度委會的邀請 這個您在書面報告什麼樣子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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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 蛤 那我非常有興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訪問的邀法時機啊 今天是怎樣 當然我相信啊 這個訪問的時間不斷定 6月25日 6月25日 消息採訪 但是 所他在訪問張志軍到台灣來訪問的同時 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召開臨時會 的重要法案裡面有兩項 一個是 你的兩岸監督條例 另外一個是資金區特別條例 這兩個法案 都跟 台灣 中國 的往來有 極為重要的關係 非常敏感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 張志軍到台灣來訪問的時間 過去早一點 但是呢 立法院的臨時會 國民黨的黨團在立法院佔絕對多數 有 有沒有經過 黨政的協商 立法院開臨時會 為什麼跟張志軍訪台 剛好裝在一起 要剛好把 兩岸關係 這個監督條例 跟 資金區的特別條例 放在 要審查的 法案裡面 這個當然會引起 台灣民間極大的一個 爭議 跟疑慮 這是特別安排的嗎 如果是特別安排的 為什麼要安排 如果不是特別安排的 難道沒有經過黨政的協商嗎 沒有經過協調嗎 沒有經過評估嗎 這一點也要請國安局 連帶做答覆 國安局要 回答有沒有做過 國家安全的評估 第二個要跟國台辦請教的 跟陸委會請教 所以我很想跟國台辦請教 那陸委會請教就是說 這一次張志軍到台灣來 四天的行程 我相信他跑了 有地方 雖然有地方後來取消了 但是給台灣社會的感受 是深入民間 雖然民間被警方打住了 但是他深入民間 跟學者座談 跟我們陸委會主委座談 跟地方首長座談 跟看了老人會 看了工廠 看了廟 還有看了災民 看了好多地方 還跟民間社團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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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但是我們反觀喔 今年二月 黃玉琦主委 到南京上 二月十一 我跟大家 複習一下 王主委的行程 二月十一 黃玉琦主委 抵達南京 到了南京 紫金山莊 跟張志軍會面 這一天呢 只有這一個應該行程 二月十二 到中山嶺 祭拜 然後到南京大學 座談 這一天 只有兩個 二月十三 前往上海 參觀上海 跟大陸學者座談 參觀上海廣播 電視牌 好像那天去祭拜了王道涵 所以 張志軍到台灣來拜廟 王玉琦到 中國 去拜墓園 然後二月十四 在上海台商 子弟學校 去探望 然後下午就回來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 王主委去到中國 上海跟南京的行程 相對來說是非常的擔保 我不曉得這些行程是我們安排的 或是中國安排 我們沒有任何 除了官司訪問之外 幾乎沒有任何 跟民間的網 沒有任何 跟民間 就是了解一下 這個中國的這個社團 完全沒有 這是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相差這麼大 第三個問題 我要跟張副主委請教 當張志軍到台灣來 在桃園機場 呈現在國人面前 是拿著五星旗的這些社團 歡迎張志軍 在大廳啊 這個毫無阻攔 我們相信這是他們的自由 可是 要向張志軍表達抗議的社團 卻被警方打在外面 那麼等一下我相信很多細節 要跟大家會請問的 包括在旅館裡 連抗議的行動都還沒有 就被軟件 但是我要請 陸委會表示太多 站在大陸事務主管機關的立場 這樣的畫面呈現在 台灣人民面前 在我們的國門 只看到 拿著五星旗 唱著紅歌 歡迎張志軍 的台灣群眾 但是沒有看到 要向他表達抗議 包括 在中國被迫害的法輪功 這代表什麼價值 這個已經不是叫做 以客為尊這四個字可以解釋 這表示我們政府的價值 這個要請陸委會 等一下要做回答 以上三個問題 謝謝 我們就直接先請 相關的部門來做回答 等一下接著我們 可以用距離 對 直接開始 好 段委員請教了三個問題 我在這裡就我知道了 我簡單回覆 第一個就是張志軍訪台的時間 這個時間點 6月25到6月28號 在王主委 在他之前 王主委也代表陸委會 已經對外說明過 我在這裡再報告一下 在今年2月 王主委去大陸訪問之後 我們就建立了陸委會跟國台辦 兩岸事務首長 副訪這樣的機制 所以王主委去訪 安排國台辦張志軍主任來訪 這個在2月份已經說定 那麼時間呢 在王主委回來之後 國台辦和陸委會 在幕僚階層多次有溝通 就張志軍主任的訪台行程跟時間 我們不斷的進行溝通 那這個時間安排 當然任何的邀請 不是只有邀請單位我限制時間 還要看客人的時間 還要看雙方方便的時間 那麼整個在經過幕僚單位 不斷的溝通之後 那麼最後確認這個時間點 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 那麼為什麼在6月 那麼我們考慮的是 其實在5月跟4月跟3月 都是在立法院會議期間 在那個時候 如果行程來了 立法院要報告 要出喜願會等等 會有衝突 所以事實上在陸委會這邊 我們一開始都覺得 6月其實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 至於說臨時會的時間 我們事先確實陸委會不知道 臨時會最後安排的時間 這個事先確實不知道 那麼另外 就這個時間點 如果會在安排溝通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考慮到 所謂其他的政治因素 因為一開始 我們就決定 這次的訪問 一定要降低政治色彩跟政治考慮 才能夠順利安排附訪 這是第一個報告的 那麼第二個報告的是 為什麼王主委的行程跟 張志軍主任的行程不一樣 那麼張志軍來台 我剛剛報過 是陸方主動提出建議 陸委會進行評估 我們也提出建議的 雙方有共同討論 當然王主委的行程 異負是如此 那麼王主委的行程 跟張志軍行程 確實如段委員所說的 有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這是張志軍的行程 大家看到了 他幾乎 除了跟三個地方所長見面之外 還有跟王主委的兩岸事務所長會談之外 確實 他們提出來 希望跟農民 漁民 基層的里長 去互動 去了解 還有宗教界 那麼陸會的評估 我們的看法是 大陸 真的應該多了解台灣的社會 那為什麼王主委沒有去大陸 安排建大陸的基層 或者大陸的地方 縣市首長呢 很簡單 因為兩岸社會的面貌跟結構 是不一樣的 台灣是一個自由多元的社會 中國大陸 現在的情況 不一樣 所以 王主委這次的安排 重點 也是歷史性的第一次 除了剛剛 段委員所提到的之外 我們還包括 跟大陸上海重要的智庫學者 進行座談 也跟他們交換意見 也參觀了上海廣電集團 好 那麼這個 也是提醒陸方 我們很重視 媒體的報告跟新聞的自由 其實他安排 都有我們的含義在裡面 也有我們的考慮點 第三個 我要報告的是 那麼對於這一次 來台的為案的部分 在來台為案的部分 我們在作業好之後 時間跟地點 那麼我們透過了機制 那麼請國安局統籌安全情報 預警情報 協調內政部警政署 跟地方警察局去做共同的評估 跟安全的維護 那麼就入圍的立場 我們希望 在保護張志軍人身安全的情況之下 也要兼顧適度要反映 台灣社會不同的意見跟聲音 那麼同時 只要是在法律範圍許可之內 我們希望保障民眾理性 表達意見的權利 那麼其他的部分 我們尊重為案專業的意見 以上的報告說明 這個不好意思 我知道好多同仁都有問題 但我只有再提醒一點 第一 如果 我們的政府 連這點政治敏感都沒有 那就太荒謬了 不是說我今天要 想要 心裡面想要 減這個降低這個政治 這個性質啊 他就不會有政治敏感啊 我覺得這個是 要嘛就是 不敢講為什麼 要嘛就是太無能 第二個重點 如果張副主委的說明 真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跟大陸學生作談 那也沒什麼好作談 如果他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我們剛剛知道他不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但是你的觸角 不是難道應該更多元的去接觸嗎 上海南京 沒有藝術家 上海南京 沒有文化界 上海南京 沒有維權人士 難道都沒有嗎 這樣空洞的 單薄的行程 要排四天 你跟我們的對手 我到台灣來排的這四天相比 王主委去那邊 其實兩天就解決了 輕輕鬆鬆 一天上海一天南京 第三 你沒有 你完全迴避我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景象呈現給我在台灣 人民面前呢 其實讓大家非常的害怕 那代表什麼 代表所有的 要向張志軍 要向中國政府 提出主義的聲音 通通被擋掉 所有要呈現出來的 在那個歡迎的場面 在那個他抵達台灣的那個場面 要給他看到 就是五星旗 就是紅歌 這是算什麼 所以你們要迴避說 大家要指責說 你們是在贏天朝的天使 上國使臣 來到台灣 你怎麼迴避 這樣的指責或者疾風呢 你們自己的作為 那你連現在 連這個都不敢回答 你其實也是應該表示態度 我很失望 對於這次安排張志軍前來 那麼陸方想看基層 陸委會我們盡一切的努力 讓他跟里長 讓他跟農民 到高雄市山林區的果園 那麼同時也安排他 在台中 會民盲校 看這些盲生 怎麼樣努力的學習 其實這些過程 都是中國大陸 他們 在過去以來 他們所了解的台灣 從報紙雜誌 或說明裡面不了解的 所以我特別說明 在張志軍離境的時候 他有說過 他這一次 親身了解到 台灣多元社會 價值觀念 生活方式 他表示尊重 我想我們不看不悲 安排這樣子的訪問 我覺得我們該做到 我們台灣的立場 謝謝 好我幾個問題來請教張副主委 這個 保障台灣多元的聲音 是我們民主社會重要的資產 那在這一次高雄行當中 發生許多事情 今天馬英九總統 在天上 在專機上 還說 陸委會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哪些地方比較合適 不過高雄還是 決定選擇一個 後來發生問題的地方 馬英九總統這樣說 你這如何呢 這個地方 是高雄市政府決定的嗎 還是陸委會決定的 等一下請 張副主委來說明 那這件事情 馬英九總統講了之後 還一刻啊 要求媒體不要發這一條新聞 因為他後來知道 他講錯 張副主委 你跟我啊 都是出身高雄 高雄的北區 那這個會館啊 在中山大選裡面 也是我們的選區 那我也是中山大選畢業的 中山大選在柴山啊 有很多的台灣迷猴啊 他們要開會 他們要閒晃啊 會在中山大選 任何的地方 但是就不會到這個會館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館啊 只有一條路 道路狹窄 而且啊 沒有附地 後面就是沙灘 就是大海 那你們既然決定在西子灣會館 要請張志軍先生 來那邊查詢 那你們應該登兩棲登陸艇 從後面的沙灘搶灘啊 連財神的迷猴都不會到那邊 你們怎麼會決定到那邊呢 這個事啊 請你來做一個說明 第三我要請教 副處長您也在這邊 在整個過程裡面 高雄市政府是不是 將陸委會一再地強調 這個地方不合適 甚至當天到小林村啊 連國台辦的人員 都已經有在質疑說 到這個地方來辦好不好 高雄市政府是不是也跟你們說 有一個地點 軍樓飯店也都協調好了 也可以在那邊 但是你們後來還是決定 在西子灣會館 是不是這樣 副處長我等一下來請教你 高雄市政府後來 有一直跟你們協調 是不是在換其他的地方 你們後來還是堅持在這個地方 後來高雄市政府是不是跟你說 好那如果你們決定在這邊 那只有請上帝保佑了 後來顯然上帝沒有保佑你們 那請你們簡單的來說明一下 謝謝李委員的指教 我跟李委員過去都在高雄北區 我們在那邊對那邊都很了解那邊的情況 第一個您剛提到總統 剛剛就是在飛機上發言的內容 總統府剛剛已經做了說明 所以我這裡就不再做說明 那麼第二個 對於高雄西子灣的狀況 那邊我也很熟 你都很熟 這裡我先說明兩點 待會我會請我們負責為安的 不是企劃處副處長負責的 他是負責行程 那關於維安的我們有設置的維安組 是由法政處的業主長負責 我待會會會把其他把詳細 完整的報告 那麼我要說明的是 第一陸委會 選定了西子灣沙灘會館 作為王主委跟張主任查詢的地點之後 立即透過了維安組 那麼請警政署協調地方 高雄市警察局規劃部署相關的維安工作 第二點 那麼在事前我們都分別透過維安組 向警政署及高雄市警察局聯繫 再三多次評估地點是否安全 或者確認安全無餘 那麼我們在尊重專業評估之下 因此依照原先規劃的查詢地點 那麼同時在6月27號當天 那麼也多次請高雄市警方加強查詢地點的警方的維安 那麼警方在這次整個張志軍來台的過程當中 他們已經盡了力 而且非常備極辛苦 所以我們在這裡對警方的辛苦 陸委會我們是表著肯定 至於您剛剛所提到的 所謂維安地點的評估 我請我們維安組的組長葉組長 你說明一下當時的狀況 葉組長你先釐清一下李委員剛剛提的 是陸委會決定的 是不是高雄市政府一再告訴你那個地方不合適 那你們還是要決定那個地方 這個評估的內容也要一起說明 連財三個米吼都知道那裡不合適 跟各位委員來報告 本會初步選定西指南查詢會議之後 隨即就像這樣一個地方的選定 通知警政署 也請警政署進行維安的提出跟規劃 在這個過程中 警政署曾經召喚國會議 高雄市警察群也做了維安的部署跟規劃的評估 並沒有提出明確反對意見 也沒有具體的請資訊 是說這個地方有維安的狀況已經會發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高雄市政府的確如委員所說的 有向本會提出說他們認為這樣的安全 這個地點安全是一個 我們立刻通過我們本會的安全組 跟實際負責維安工作的警政署的聯繫窗口 進行通報請高雄市政府再做評估 這個回答的答案也是說這個地方不違安是可以進行 是沒有問題的 請警政署要求高雄市政府評估 對我可以跟全部報告滿足在這個 27號當天就如這個疑問所說的 的確當時政府有在向本會表達出說 27號就是當天有在向本會表達出 我們立刻分別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回答案發給高雄市的警察局跟 王局長 那王局長很明確地說這個地點他們評估過 違安上沒有問題 那我們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透過跟警政署的聯繫 跟警政署聯繫過 也請警政署同時向署長針放 請高雄市政府和警察局確認 狀況而且如果違安上面沒有問題 請警政署也告訴高雄市政府 要向高雄市政府說明 那之後反覆的確認之後 警政署也給我們答案是說 經過這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評估 的確是做過評估報告沒有問題 而且高雄市警政方局長會親自作證 而且已經增援古山分局40名的警員 會做好違安的工作 那同時警政署也表達了說 如果有狀況的話 警政署會全力的支援 那到當天我們一直到進到會場 在車備進行當中 我們還是反覆的跟當地的警方做過 確認覺得 車隊是可以刑警之後 我們才刑警警部會 那這是這樣的情形 那發生這樣的情形 當然是非常厲害 這些細節其實至為重要 所以我有幾個細節的點 要把它凸顯 因為這個對於客人也好 對於主辦者也好 其實都陷入到一個 國家極大的窘境 我想這一點一定要 請陸委會跟警政署這件事情 要做明確釐清 剛才李委員問完以後 已經釐清幾件事情了 第一個這是陸委會決定 這個地點 我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會在這個時候決定這個地點 我先說明一下 剛才段文有講到說 這個時機點本來就已經有政治敏感度了 我再次提醒一下 在南部的學運 發表的重鎮 就是中山大學的社科院 社研所 他們已經本來就是太陽化學運 裡面的南部的領導學校 你們這樣的做法 基本上叫做 請問答案 挑釁意味濃厚 爆章是說因為 王主委認為西子灣沙灘會館 是高雄八景之一 所以想要去看看漂亮的風景 可是大家都多次的建議 那裡是一個學運的領導學校 那裡是一個會挑動敏感神經的地方 我不能理解到底是王主委 他是神經大條 陸委會國安局警政署 麻木不仁 還是這是刻意 讓我們的客人受到羞辱 讓政治對立在那裡產生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陰謀論的考量 我幾個細節我想請教 為什麼在副主委您6月17號去拜會市政府 到6月21號的場刊 一直到6月24號 市警局向市府報告的時候 不小心透露 之前為什麼 你們早就已經決定在西子灣沙灘會館 但是就是不願意讓高雄市政府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差距地點 為什麼在6月21號場刊的時候 只讓高雄市政府參加巨蛋跟中都市立公園的會刊 其他的地點全部都神秘的保密起來 這是什麼樣的考量 您剛才講到一個細節我一定要追問的就是說 6月24號當市府從市警局那邊間接得知 王章會的茶序會 要在西子灣的會館的時候 6月25號市政府就強烈的建議 一定要看地點 而經過你們評估之後 6月26號回覆給高雄市政府的是說 你們堅持一定要在西子灣沙灘會館 所以沒有所謂的警政署請高雄市政府評估之後 市政府接受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只剩下一個情況要釐行 你們現在就是打算把所有的責任推給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由黃區長所率領的所有警察同仁囉 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我完全沒辦法理解的是說 在地的政府前面被你們蒙在鼓裡 而後來知道之後多次建議一定不可以在那裡 因為那裡是絕對挑動血液敏感神經 絕對請問打貨決定讓客人受侮辱 可是你們仍然無論如何堅持在那裡 所以你們認為 剛剛我聽完的就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黃區長高雄市警察局 你們要把所有的責任讓他們承擔就對了 我想要聽到這個答案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當時就已經錯誤擺出了 當天晚上更致命的是 我待會一定要請陸委會回答 到底是誰做這個決定 當那個車輛經過了那麼狹長 有非常多危機的這種情況之下 本來你們五秒鐘就可以到達會館門口 而前導車事實上也到達會館門口了 結果你們讓客人在前面兩百公尺下車 然後用所有的警力讓他好像 好像打算讓他享受說他是一個 剛才講的什麼上國的大臣一樣的去那樣的一個部分 而就在那兩百公尺的行進路線當中 被撒民旨被破漆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是 我很不想要得到這個結論 會不會就是你們明知那裡是一個學運敏感神經 可是你們前往打後 你們明知那裡客人會受辱 但是你們為了挑動政治的對立 所以你們就是要讓客人在那裡受辱 然後引起後面這一連串的政治效應 有沒有這樣的考量請回答 當然完全沒有 呃我先補充一下 待會請 委員主 葉主長你把詳細情況再做說明 第一個您剛問到的時間點 我要特別在這邊說明 6月17號 那一天 才正式把張志軍訪台的行程 全部確認 陸委會 立刻透過這次整個作業的機制 通知委員主 通知了警政署 由警政署把全部的行程 通報到各縣市警察局 包括高雄市警察局 所以高雄市警察局 那天知道汐止灣的查去紀典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也是在當天 我去拜訪陳菊市長 沒有錯 我親自去拜訪他 目的是什麼 就是剛剛我報告的 就是安排 張志軍主任提出 要和陳菊市長會面 這個會面的時間 跟會面的地點 我跟陳菊市長交換意見 也跟他說明 在這裡面 這個不涉及到 其他張志軍的行程 只有涉及到 陳菊市長 他的會面 的行程 所以當然不可能提到其他的部分 但是在談到時間的部分 陳菊市長 有提到 也有問到 可不可以安排在 27號的晚上 見面 我告訴他說 27號晚上已經 安排了 張志軍主任 跟王主委的查序 在西子外 之後 24號 所以 目前來說 那個查序地點 不是在 陳菊市長 跟張志軍會談的重點 所以 我不需要跟他報告那個 但是他問到時間的時候 我有告訴他那個東西 那個時間 我確實 現場 兩位處長都在吧 是不是你們兩位都在 他們兩位陪我去的 很清楚 包括了 高雄市 劉思芳副市長 高雄市 的許嚴考會主委 立民 都在 對時間我回答您 至於 有沒有其他的考量 剛剛我們 葉處長有報告說明 幾乎 在整個的圍樣過程當中 如果 當地檢察局 對於 張志軍的行程跟地點 有嚴重 違安疑慮的 當地縣警察局 或市警察局 會透過警政署 直接報到我們 違安組 違安組 會跟 我們 上面報告 會做地點的評估 我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 例如 原來張志軍 想要殺他 在戲子 的 復興飯店 這是陸方的決定 戲子的復興飯店 但是 新北市警察局 包括戲子分局 一得到這個地址之後 反覆評估 強烈建議有安全疑慮 因此透過警政署 回報到違安組 提出來之後 我們立即跟陸方 再溝通 再協商 因此才會改在淡水 約人碼頭 所以 只要當地 縣市警察局 提出 違安疑慮 陸委會 一定尊重 違安專業意見 那至於提到高雄 陸委會這次 完全沒有任何 正值考量 對於陳菊市長的會見地點 我不僅親自跑去 向陳市長做說明 中間 我親自電話聯繫高雄市政府 所有的會見時間地點 另外為了公平起見 當新北市有市政建設 也請高雄市 主動安排了市政建設 市政府 陳菊市長希望在中都市地 我們原來行程沒有 也立刻把這個行程加進去 以安排了中都市地去參訪 所以整個過程 陸委會完全沒有做任何的政治考量 至於您提到的 市府方面有意見 維安組 總共七次 在6月27 26號到27號 七次 向警政單位要求 立刻評估西紫灣 地點適不適合 得到的答案都是安全無虞 這點我再請我們處長說明 那至於提到西紫灣 是不是這麼危險的地方 這麼不堪 我想我身為高雄 我不這麼認為 西紫灣是高雄八大井之一 西紫灣沒有這麼不堪 不是地點的問題 在巨蛋 會見的時候也有發生陳情事件 拍打事件 所以不是地點的問題 我這裡特別說明 那冥猴喔 這個李委員跟我是老朋友啦 我就開個玩笑 冥猴不僅在台山 他常常跑到我們古山 連名駕都會跑來 謝謝 接下來我請葉處長 一定要把這個說明清楚 張務主委 不要再把責任推到冥猴那邊 這是你們決定的對不對 這個地點就是陸委會決定 你只要點頭或壓頭就好 這個地點是你們決定的對不對 我剛剛說明的很清楚 對嘛 就是你們決定的 好 那我再請教 那高雄市政府 劉副市長也跟你聯繫 認為那個地點不合適 對不對 劉副市長 劉思芳劉副市長 對不對 好 那個處長我也跟你請教 那許主委也跟你講說 那個地點不合適 你們只要講對或不對就好了 這很簡單嘛 6月25號那天那個 許立民許主委 他是有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評估這個地方 可能有承抗 所以我們立即 透過指揮系統 有傳達給偉案 就是跟你們講不合適 對不對 而且跟你們建立 軍鴻換店對不對 他也說協調好了對不對 85 就是軍鴻換店嘛 我要非常清楚的說明 不用再說明了 這樣我一個問題就到這邊 對啦 我把問題關心我最後 我最後提點啦 最後提點就好了 就是說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很想要 希望能夠做成一個檢討 例子就是 不要用這樣一個神秘的方法 去對包括中國大陸來的 全世界的貴賓 來去跟地方政府 這樣子一種 隱晦的作為 6月17號那天 您的報告裡面 其實你們還沒有辦法 確定所有的行程 所以當時你們的團隊 跟市政府的團隊 在提到有可能會跟 張志軍主任的查詢 你們當時的明確表達 有可能是在圓山飯店 後來的所有的書面的 資料報告裡面 完全也沒有辦法得知 有其他的若干的行程 到6月24號 手上拿到的資料裡面 裡面也沒有 西子灣會館 所以才由市政府警察局 用口頭報告的方式 做了這樣一個說明 所以我最後在這邊要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都已經到了立法院 在做這樣的報告 如果還要用這樣的說謊的方式 來迴避你們的責任的話 那我們認為這件事情的檢討 會沒完沒了 所以在這邊我最後要提的一點 是這樣子 希望陸委和未來 類似這樣的情況 任何的查詢都要公開 任何的會面都要公開 所有的 還有一點還沒有辦法理清的 就是說 你們剛才等於是 證明了 這件事情是等於警政單位內部 警政署的部分 不顧地方政府的 強烈建議 而由警政署最後拍板 交給你們入委會 決定 一定要在西子灣會館 導致這樣的結果 還有包括最後講的那個 最後的為什麼要用 那樣排場的方式 讓我們的客人 在最後一兩百公尺的部分 做這樣一個農書 你可不可以請說 趙委員 您剛剛說的 跟事實有一些差距 而且蠻大的差距 您可能不瞭解 整個事實我要給您報告清楚 因為您剛剛所說的 跟事實差距確實太大 國台辦張志軍主任來台之前 他先由范立欽先發表言論說 這個台灣的未來的前途 是要由全中國人來決定 那先發了這樣的一個聲明之後 張志軍再來 所以今天張志軍來 他的身份是客人還是主 那今天我們整個一個政府 所對待他的方式 真的就像古代的官員出巡 然後呢 要拿著一個塑禁 拿著一個迴避 所以所有的所有的人民 你不能夠住飯店 你不能夠吃東西 你不能夠買菜 所有在他所經過的地方 全部都要沉浮於地 那你們在今天的報告裡面 寫的這麼的好聽 我想這個等一下是屬於警政署的部分 你們講的說你們完全尊重人民的 集會遊行的基本權利 然後呢是會尊重多元尊重不同立場人士和平表達 多元意見 然後呢注意比例原則等等 那其實整個是非常離譜的 所以我想要請教的就是張副主委 今天張志軍他再來之前 先由他的國台辦的發言人先發表這樣子 然後再來 那我們的態度到底是什麼 那王主委說他有明確的跟他表達說 這個台灣的前途是要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 那我不曉得說他是怎麼講的 然後呢張志軍說他了解 那了解他的用詞語是什麼樣 你是不是可以回答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就是 在這個 在這一次 你們剛剛講的說 所有的張志軍的整個的一個行程 是由你們陸委會來決定 但事實上媒體有報導說 他今天呢這個全省走透透呢 其實是透過民間團體 根本就是越過你陸委會去安排 因為陸委會發現之後 你們要求更改 但是人家也不理你們 所以你們最後只好做篩選 然後接受 那這是我屬實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將來我想我們這 國安是不是也出了很大的漏洞 他們就可以直接透過我們民間的這些團體 政府的官員 就透過這些團體 就直接讓我們台灣到處走透透了 那我們的陸委會存在的目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希望能夠知道我們的立場 那第三個呢就是 學印還有民間的團體 還有我們在強調的就是說 這一次張志軍來 他其實說只是要來傾聽 我們台灣人民的多元的聲音 那請問呢 我們的王章會 我們就說在兩岸的監督條例沒有通過之前 不能夠有任何的協議或是任何的談判 但是這一次顯然你們還是有去做 就這個所謂的路客中轉等等的一些的議題 其實還是有一些的談判 那是不是可以把你們所談的這些的過程 能夠把它公開 如果你覺得說裡面有牽涉到所謂的秘密的話 國家機密的話 那是不是也能夠對我們的相關的委員會 能夠公開 就是對於這個所謂的開密密會議 然後予以公開 我們不需要我想在任何的一個 兩岸監督條例要怎麼做都還沒有 條例都還沒有通過之前 那你們能來我行博訴 那這個所謂的內容希望能夠公開 那對於國安局的部分 就是因為這個港中 這個戰中中韓 香港的公投的事件 然後變成蘋果的網站被駭客攻擊 那其實也影響到台灣 蘋果的整個網站 那其實很離譜的 它不只是伺服器被攻擊 甚至它還進去到竊取它裡面的主機 而且修改資料 那這是非常非常的嚴重的一個國安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說 然後呢這個相關的單位去問 當時的狀況就如同我新聞中影片拍攝的狀況一樣 我當時就是在拍你們警察給抗議的人上數代的畫面 可是拍到一半 突然我的左手就被你們警察抓住 然後我馬上亮出我的採訪證 除了這一張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陸委會發給我的北部採訪證 可是警察連看都沒有看 然後就更多人上來把我抓住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 辯告17368的警察 他就說有採訪證要怎樣 有採訪證要怎樣 然後還說我跟這些抗議的民眾一起阻礙交通 封鎖鐵鍊 那我當下也立刻反駁說我並沒有 他們說他們有收證 我說那請你們把收證以待交出來 可是他們並沒有 又更多人要過來 甚至指揮官還一度下令說 我跟這個警察跟庶民同罪要一起逮捕 那這個部分到現在你們都還沒有說明 而且新店分局他們隔天還發新聞稿說 說這個是誤會 然後有招待不招的地方 而且我並沒有在第一時間亮出採訪證 還說我的這張政見 立法院政見因為甩到背後 所以同仁無法確認 可是我請問一下 第一時間我就已經把所有政見都亮出來了 當時因為造成混亂 我的這張立法院政見才被甩到後面 但是我北部採訪證還在前面 那請問我為什麼我的政見會被甩到後面 就是因為有拉扯嗎 是誰拉扯 不就是警方拉扯我嗎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做出任何妨礙警方執行公務的行為 但是警方卻妨礙我採訪 甚至一度要把我上銬帶走 真實情形就是這樣 部長 個案是不是應該要調查一下 像這樣執政立役的個案 關懷服務 我想對這個現場狀況是一個說明 那在我們同仁在處理這個現場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有衛縣 有衛某他們的大伯人在現場 這個道路啊 不站穩 不站穩 我們同仁要把它排除 因為它影響到交通 讓我們阻塞 新入入口文字小 然後又轉彎 轉彎 轉彎狀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立即排除 那 所有的抽獎都沒有辦法通過 所以我們警察急著 要趕快把它排除 那我們這個法委民眾 他這個用鐵鏈鏈子 用麻省鏈子 但是我要說你不排除了 反正我們同時 他沒有白條的 但是我們同時你排除中間 他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的影響 我們堅持要處理 要說你白條 跳來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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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來跳去違反 他沒有違反 但是他影響不到我們排除 在路上的反而是你們這些警察 所以如果真的有妨礙交通 而且要上訴逮捕的話 不應該是我 應該是你們這群警察才對 可是為什麼我都亮出證件呢 你們還是要恐嚇說要逮捕我 說記者跟庶民同罪 這個部分我沒辦法理解 好 沒辦法 究竟那個不是重點 他拍照每一個通 沒有關係啦 那個他們的行為 我想媒體朋友會有一個公平 那種跳來跳去的行為 媒體朋友 每一個媒體朋友 不是哪一個要跳來跳去 難道可以 大家都做好拍子拍照 那個不重點 沒有關係 就是說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關係啦 我剛剛跟副主委講 我們就本來一期十二點要結束 我想這樣子啦 那個副署長 我想我們內政委會的幾個同仁 希望說你們針對這個個案 要調查一下 這個事態是 這個事證這麼明確 我想 好不好 我們希望說 多數的警察同仁 少數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 這種不依法來行政的同仁 我覺得我們應該去做一點點 大家都很辛苦 好不好 我們非常辛苦 好 來 那因為 對對來 那個 和平協議那個這要講一下 高西軍 他是這次佛光山邀請的貴賓 不是到我們天上次 佛光山邀請的 那麼到現場之後呢 是佛光山方面 請高西軍代表 大師 因為身體不好 講了一些話 所以有講到 您剛所提到那個 現場陸方沒有做任何回應 那我也告訴陸方 那是民間的意見 不是代表官方 所以就沒有辦法討論了 情況就這樣子 是大師請高西軍 身體不好 請他表達的 那這個東西我想 沒有回應 現場都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所以我也告訴陸方了 好那民間的意見 那不是代表官方 您剛所提到的 對於台灣的前途 陸委會已經表達了 很清楚在那前面 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之下 由台灣兩千三百萬人來決定 希望陸方能夠尊重 這個已經表達得很清楚 在第二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的時候 王主委 向他做了表達 這個在陸委會的新聞稿裡面 已經對外也說明過了 他的回應 我想 他最後離開台灣的時候 我前面說明了 他看到 也了解 台灣不同的聲音跟意見 他對於台灣 社會 不同的聲音 台灣的生活方式 社會價值 他予以尊重 另外您說 台辦跳過陸委會 去安排地方的行程 我絕對不允許 陸方的行程 他們提出的建議 他們會去協調 也會去溝通 這是正常的 但是絕對不可能 也不會 跳過陸委會 我舉例 例如說 他們到了維格秉加 他們希望跟中小企業 維格秉加 一個餅店 餅店 一個餅店 在新北市的 一個餅店 那麼在那個地方 要安排 跟台灣中小企業座談 陸委會就直接主導 我要求 由我們 中華民國 中小企業協會 由經濟部 來推薦 我們的中小企業界的代表 把台商在大陸 經營困難的情況 直接面對 告訴張志軍 那些意見 都是陸委會安排的 都是陸委會 透過經濟部 透過新北市政府 透過中華民國 中小企業協會 所安排的 不是陸方安排的 所以當時在現場 有些媒體 可能聽錯了 以為 說是陸方 慎重聽 台商 在大陸經營困難 那些都是陸委會的 安排的 而且我還在現場 正式告訴張志軍 主任說 這些意見 我本人 包括陸委會 經濟處的 理處單 也在現場 我把所有在場 中小企業 在大陸經營困難的意見 陸委會也記錄下來 我要希望給台上一個說明 我後面會再繼續最談這個事情 所以包括了老人共餐 托育中心 甚至於盲校 甚至於中都師弟 都不是陸方提出來的 都是我們建議協調 安排他去看這些地方 所以沒有透過 跳過陸委會的問題 謝謝 好 那時間已經超過了 那我們今天的這樣的 那個我們等一下 因為那個 我們這緊張正軍嘛 好 所以我們待會再請 那個官 處長 那個待會跟游委員解釋一下